哈囉 大家好 我是卡片蛋 歡迎收看今天的艾爾之光 那個那個那個長髮 長髮 純白護士的AD 哇 終於台服也出了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韓服什麼時候才要公佈那個染髮系統 我現在蠻 我現在是蠻在乎染髮系統的啦 就是如果大家有更賞識的直播 應該就知道就是我把 我把西洋給拉比了 給妮莎 但是問題是 他的頭髮浴色還是妮莎 就是拉比的顏色啦 所以我在想之後可能要把他染成黑色吧 就是看官方到底什麼時候要開這樣子 然後目前就是等染色跟64位元這樣子 不過沒關係 我們的AD 雖然我的AD穿著浴巾 但問題是 我已經把他轉好了 不過他只有 他只有95超越我沒有把他三轉 不過錢呢 我對AD真的 沒什麼感覺 我對他唯一知道就是 我對他唯一知道就是 就是 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那總之就是今天 可能稍微來 小摸一下 這一隻 四隻這樣子 因為其實怎麼講 我覺得四隻是完完全全的輔助 所以 在打團方面 就是打 襲擊方面我覺得 個人是覺得蠻好 應該會蠻好用的 對就是 你去爆至少應該都會有人要啦 不會像某些職業就是可能別人說啊你輸出不夠啊或者是 你的buff不夠之類的 你想想看嗎 你想想看喔 老職業 你都有可能被嘲諷說 你有什麼buff嗎 之類的 可以啦 一定有的啦 然後 一小時那天 後便可交易囉 一小時那天是哪小 好吧我們沒有時裝穿了謝謝大家 我那個我把他拿去 沒有時裝穿了 我原本想說買個進擊時裝 省了他看著看穿著雜裝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不過看來 看來天注定要我們穿雜裝 他這邊也沒有賣 他這邊也沒有賣 有點可惜 我原本想說 我原本想說可以買一下穿著的 結果時間好像還沒到 所以就只能先這樣子 不過沒關係 就 就這樣子吧 那我們就進那個自由訓練看一下 看一下喔 得付多種怪物 我不要這個 我要使造人偶 對啦我們之前的幹話其實有提到說他是完完全全的 他是完全的那個 輔助職業所以他其實 他的攻擊並不高啦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是 你看光是 光是第一招他就叫救護車 OK 不過他是攻擊啦 然後 這是一個梗我不知道一般玩家知不知道 就是 就是關於 救護車有個梗 救護車其實是對脊梁機影特攻 因為99第四步最後 決戰的時候 脊梁機影被打飛出去 那時候 救護車剛好在倒車然後他臉就被 對他就被黏到了 所以我想看到救護車覺得很好笑 對 然後 高頻手術刀 這都是醫學方面的東西吧 救護車手術刀 好可以 然後再來是中 不是不是 我看一下喔 我其實不太確定這個是不是 算了 看起來不是 然後 然後整聊 前面兩個都是單純的攻擊嘛 然後這一個的話 他會有所謂的 降抗150的部分持續5秒鐘 這個等一下來看一下 先看他的被動好了 這個叫資料庫嘛 可以使用納斯的盔甲指令喔 在衝助模式覺醒中使用 指定技能 或者指令後輸入 Z或X發動這樣子 這個可能要自己去背一下 就是 這算是追 就是在特定狀況下是可以追加攻擊 這個可能要自己去背一下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 黃色代碼 這個的話也是 純攻擊而已 然後興奮劑 興奮劑 類似鎮定劑的相反 其實醫學的東西我不是很懂就是了 醫學的東西我並不是很懂 但至少人家都說是興奮劑了對不對 那他的效果呢是 10秒間呢 霧魔攻擊要10% 防禦力減少20%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來慢慢一個一個 試試看 然後 靜脈穿刺 靜脈穿刺這個也是醫學中常見的一個名詞啦 大家有興趣可以繼續掃掃看 我不是學醫的啊 學醫救不了羅德島 那這個也是單純的攻擊技能 然後 然後是這一個 治療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名字都 都好直白喔好笑 而且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 他的三轉的名稱 好像也取得蠻有料的吧 好像叫身體主宰是不是 我覺得蠻猛的 治療 好那他 呃 本身是除了 就是他會有 霧 他除了霧 那是 他是物理攻擊嗎 等一下因為這隻應該是 我覺得那一個怪的 他有些技能是魔法 他的部分的話是這樣子 先攻擊嘛然後 立即回復MPHP40% 然後每秒回復0.8% 戰鬥力每40萬回復量增加0.8% 就叫12%持續10秒鐘 所以他的他是看戰力 增加補量那樣子 我覺得他算是第一個 很明確的補師的 職位嗎 要這麼說嗎 然後至於那個 看戰 看 戰鬥力回那個 回血量 其實這個我在別的遊戲已經看過一次了 龍之谷 龍之谷其實以前玩過這一套 是什麼 依照你的 魔法攻擊力然後 增加恢復比例之類的 這個以前我看過啊 所以他其實也是蠻吃戰力的啦 然後是被動的部分人體學 這個就是增加他自己的能力啦 比如說物攻增加15%然後 動作 就是各種速度就增加10%這樣子 就是 算是怎麼講 給他自己的機動性增加吧 然後生物化學 最大MP增加100 然後擊到減少10% 冷卻時間加速化1.2倍 就是整 把他的整體流程 說得更短 然後是這個吸取 這也是單純的物理攻擊 我們排一下好了有 就是 純物攻的我們就放下面 然後有其他的 有其他 效果的我們放上面 然後這個是 然後是 PCA 這個應該是減傷的部分 10秒之內會持續減傷14%這樣子 試一下 最後是 排毒 排毒的部分的話 主動跟特殊主動技能增加18% 剛好一排物攻一排有特殊技能的 我們先 慢慢看好了 被動順便看 被動先看好了好了 大數據 大平台 累積了足夠的資料了 現在是加進研究的時候 然後他的基因修改分數自動獲得量增加75% 然後 獲得時增加3% 掉落率15% 應該是增加他的那個 系統的部分 就是應該是這一個 基因修改 然後這個是解剖學 技能 傷害增加15% 致命一擊傷害增加10% 這好猛喔 他直接加兩個 那個最重要的增傷 一個15%一個10% 我覺得這蠻猛的 然後 解構者 使用技能是套用興奮劑10秒內 霧魔攻增加10% 免疫10秒內所有屬性 抗性增加100% BUFF持續時間套用 治療的話是HP 藥水恢復量增加10% PCA的話是所受傷害減少 5% 排毒的話是他的 技能增傷最增加5% 這樣子 我覺得蠻猛的就是他在現有的 恩在現有的 補上再去進行 強化這樣子 然後至於這個的話 他是這樣 這個基因修改是這樣子 按照啟動的時間會獲得不同效果 啟動時每秒消耗30DP 游泳DP低於30會變成未啟動 就會自己關掉 然後啟動一階段是1-33% 霧魔攻增加10% 所受傷害增加10% 小人化狀態 二階段的話是34-66 霧魔攻增加10% 然後所受傷害增加10% 三階段是67-99 一樣是霧魔10% 所受傷害10% 啟動時debuff解除 然後第四階段就是滿的時候呢 霧魔攻增加20% 然後所受傷害減少10% 意思就是說前面的1-3階 就是1-99% 其實都是會增加10% 就是自己 被打的傷害 然後 最後 100%的時候會變成 減傷10% 然後啟動終結除debuff 然後特殊主動器冷卻時間加速後來1.1倍 這個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首先是 我們先來試他的那個 他的連段好了 他最後那個刀跑出來好酷喔 我夢喔 有刀耶 不過我對ad的連段並不是很了解就是了 所以可能要看一下 我被自己的那個嚇到 我被自己的那個嚇到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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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Z 這個是刀嘛 然後 他好像後面那個都會追加 那個刀的攻擊喔 然後 然後至於他 他這個我就看不懂了 這我其實看不太懂 等一下他還有一個奔跑 他有一些我其實看不太懂 對啊他有一些我其實看不太懂 恩這什麼東西 喔他有機器耶好酷喔 太酷了吧 然後這個按下去之後 消耗得好快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技能的部分好了 救護車 這個算是就是 下牌都是簡單的攻擊嘛 然後再來是手術刀嘛 喔 他的那個裝甲就是 他的那個裝甲刀就叫做手術刀是嗎 高屏手術刀這個 然後再來是 靜脈穿刺 喔這個範圍蠻大的 我來試一下 他的範圍蠻大的 等我一下喔 有欸那個範圍蠻大的我覺得 他那個簡體應該是 剛剛他下面有提到的這個大數據的部分 我猜啦 然後再來是黃色代碼 喔這個範圍好大 這範圍好大喔 有料 然後是這個 吸取 他的 他其實範圍都蠻大的我覺得 然後再來是上牌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是 整療 這個是降抗的部分嗎 他在這個範圍裡面是降抗的 5秒鐘 然後是興奮劑的部分 興奮劑的話這邊就是霧魔功增加這樣子 然後 敵人的話是防禦力減少20% 然後他的特效 表現為就是 頭上會有菱形這樣子 頭上會有菱形在飄 還蠻漂亮的 然後是治療 這個的話是 木工之外還有補 這樣子 喔有有看到有看到 至少他會顯示 至少他會顯示 喔感覺還不錯耶 然後是 PCA 這個是範圍內的減傷 這個還不錯 而且PCA的範圍之內敵人也會受到傷害 只是傷害不高而已 然後再來是 排毒的部分 排毒的話就是我們的增傷這樣子 等一下 過度治療一階段 每重疊攻擊時MP恢復量減少0.25% 過度治療一階段 等一下 這個是 這是哪一個被動啊 剛剛沒看到 難道我漏掉什麼東西嗎 我看一下喔 過度治療 欸他的過度治療這個debuff到底是哪一個被動的啊 我怎麼沒有看到 啊好像是他 好像是他 印象中 他是好像 特定的補的 輔助技能放多了他就會有這個東西 然後是 排毒 這個是範圍內的增傷 然後過度治療一階段 好像是放補的話就會吧 我來把他疊高看看好了 最高疊到10了 11了 他是減回復量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好像其實 還好我覺得 他是減回復量我是覺得還好啦 然後再來我們把剩下的看完吧 物理治療 這個是 喔他會減倒那個疾導 疾導值 然後是免疫 免疫的部分就是 debuff解除跟無視 持續3秒鐘 然後再來是 過敏 過敏的話就是 MP減少30 超級我沒有解所以就不 我們就看就好了 他範圍診療 然後他還會有他每個階段的部分 然後他會 喔 過度治療看到了就是在技能裡面會有寫到啦 然後 他會從4種buff中選中1種 然後再來是 切疹 還是切疹我不太確定 霧魔光減少10% 這個是減傷的 減傷技能 然後心理衛生這個是拿來狂暴的 麻醉 這個是 洞 喔這是控場 就是說他的超越的技能基本上每個都是有特殊效果 最後一個除戰技就是純粹的 終極了 再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PVP功能 PVP技能沒有錯就是疾導值減少 然後再來是免疫 免疫的話這邊就直接無視debuff 這個還蠻重要的 在特定時間放可以減那個debuff 我覺得蠻重要的 破名就是減那個MP嘛 然後再來是切疹 切疹的效果的話是 減敵人的攻擊 那個問號好可愛喔 然後是我們的心理衛生狂暴 這個就是邦蒂狂暴 然後是麻醉 麻醉就是 洞住他是以洞為主啦 可是要切記的是他的是前面打完之後就 後面再打不會再洞 對他後面這個攻擊是不會算入 冷凍的 最後是除戰器 這就是純粹的攻擊 其實整體玩下來他的 輔助技能真的是 應該說他的攻擊技能很少 少到 我覺得你乾脆就 你就全部都帶 輔助技能吧 我覺得 可能還比較好一點 這樣子 好啦那 今天 稍微 看一下 ADI他的那個 輔助的 職業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是覺得他的特效 蠻 蠻 未來感的 醫學嗎 我不知道耶 我是覺得蠻酷的啦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不過我對 ADI也沒什麼愛 所以可能就 就不會練他 有點可惜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愛兒之光 就先到這邊結束啦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禮拜六 禮拜六可能會 勞改 就是勞改那個 三階段這樣子 看能不能一次性把 就是 跑個12輪 把那個 武器三階解出來這樣子 好啦那就先這樣子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就下回的見啦 大家 對啦他 我必須說他的力會是蠻騷的 他的力會是蠻騷的沒有錯 可是可是就就就就就就玩不起來啊